洛杉矶国际机场官方预计 国商日常周末将是近三年多来最繁忙的周末 且预估从5月25号周四起 机场将涌入9万辆车交通压力特别明显 洛杉矶国际机场官方还表示 除了要因应创纪录的激增客流 洛杉矶国际机场还在96街 安排了两个新增的停车场 以方便前来接机的司机在那里停留 以减轻机场内部的交通压力 不止机场人潮破级路随着美国两大航空公司 美联航和达美航空全部恢复美国本土航线 在亚洲国际航线部分 预估国商日期间也将出现大量需求 提醒所有旅客根据历年惯例 国商日常周末起 是暑假旅游旺季的起跑点 换句话说 预估之后的旅客流量将会持续攀升 这不只代表了美国航空业 终于撑过史上最艰难时期 同时也代表了 有必要提早两到三个小时 到机场完成登机作业 东森新闻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道